嗨 大家好 我是哲學教練 今天這一集有沒有看到非常特別 旁邊做了一個非常厲害的人物 要不要請蘋果爹先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蘋果爹 我有一個YouTube頻道就是專門講一些蘋果的新聞 蘋果的產品開箱或是一些爆料等等 他之上就是我的頻道 我自己平常也算一個小小果迷 就是很多小小的運用 不管在Mac或是手錶甚至手機 我超常就是看你的頻道去脫學 甚至去看一些爆料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換M1晶片的電腦 還是我在等一下 所以偷偷都有發了 大概看什麼時候會有新的東西 對對對 所以今天很高興就可以跟蘋果爹合作 然後拍這集 那今天這集主要要講什麼呢 主要就是想分享在Apple Watch 跟Garmin的手錶 到底在平常生活當中 如果你是有可能中重度運動習慣 這些跑步的人 或者是有運動習慣的人 他該怎麼選擇在Apple Watch上 或是Garmin的手錶上 所以今天主要想跟大家探討 就是往這個方向 然後請蘋果爹給我們一些在 Apple Watch上面的一些經驗分享 那我這邊可能會分享比較多 是在Garmin手錶這一段 這我還蠻想學的說真的 因為常聽到人家 很多人都跟我說Garmin的手錶 我覺得真的在運動訓練的時候 其實我手錶好非常多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時候 非常好的經驗可以讓我多學一下 關於Garmin手錶 好 那我就想先跟蘋果爹分享一下 我自己平常在Apple Watch上面的一些運用 因為其實我買Apple Watch到現在 大概是兩個多月 然後 對 就是一個 Apple Watch上面的小菜機這樣 對我來講 還是一個全新領域 但是我平常就是 在蘋果生態系來講 因為我 也用Mac電腦 然後也用iPhone 所以其實就是蠻 串聯的我覺得都很方便 那我平常最常最常應用的 就是我會用一些像是Apple Pay最基本 但因為現在有時候就是大包小包 沒有手可以拿手機的時候 其實我就可以點兩下 然後就給他支付 我覺得這是蠻方便的一個功能 那平常我最常運用最常運用就是 我可能會在手機直接回來 就是人家訊息進來 然後可以直接錄音 然後變成文字再回傳給就是對方 這個也超常用 你就是在洗澡的時候 對對對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自己運用下來我覺得蠻方便的 就是他可以在 你不用拿手機的情況下 然後又可以即時回復訊息 這是我自己蠻常使用的兩個功能 那最後一個可能就是載具 電子載具 就是我自己平常會蠻習慣在發票 都存到載具當中 因為現在就是可以直接線上電子滑 所以不需要自己對發票 我覺得這還蠻方便 所以我都會把它存到載具 然後就可以直接在手錶上面 給他掃這個載具的口 對 我覺得就蠻方便 那平常你有沒有就是 最常最常在Apple Watch上面 你有沒有運用的幾個功能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其實都是比較有生活化的方式 那第一個我覺得最常用到 應該就是找手機 就是有時候手機可能不知道掉在哪裡 然後家裡可能有小孩子的時候 有時候應該玩具跟說 塞在哪裡的時候 那我就會用我手錶去找我的手機 然後可以發出聲音 那如果你長按的話 它可以會閃亮這樣子 喔長按還會閃亮 會只有發出聲音過 但是我沒有讓它閃亮 對 那第二個就像你剛剛說的那個載具的東西 對 其實上次看阿康的影片 它有介紹一個記帳的App 對 對 那我用了之後 我也是就是把它載具放在我的表面上面 就可以直接給它 對 它就可以直接 伸出來就可以把它上 對 那之後我們再回到我記帳的App上面 去把它輸入說 欸這個項目 它其實基本上會儲存說大概是什麼 然後你再把它輸進去這樣子 就 蠻方便的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我覺得最近有在用的就是我把它變成一個自己的 什麼叫 第二螢幕 對第二螢幕 然後我要用相機拍影片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套在我的手機上面 這蠻酷的欸 因為其實像我們現在阿 就是旁邊已經有iPhone在錄影 然後我覺得直接可以有這樣投影的裝置 這是我平常自己應用的 但我沒有想過可以把它就是直接結合在手機後面 對 這樣把它後面就變成一個自拍螢幕這樣 對 然後你要拍Vlog 然後然後自拍什麼什麼就可以隨時看到自己取景 哇 iPhone那直接超無敵的 我全部需要再拿其他相機來拍攝 對 而且它的收音我覺得本身 其實iPhone也很強 對 對 我覺得它收音非常好 然後以前在拍Vlog常常變成要強制使用前置鏡頭 對 才能看得到 可是前置鏡頭的效果跟後面鏡頭又差滿多 對 我覺得quaddy上面差滿多 對 還有在它曝光什麼上面 自動曝光都其實差滿多 所以我覺得用這個之後 我覺得方便的性大 對 那我來分享一些我平常在Garmin手錶上的使用 因為其實我自從買來Vlog之後 我就滿常是兩手帶著兩隻手錶 然後去做一些數據的手機 好 就是我想要看一下到底在兩個設備的實際運用上 對的一些差別 那我覺得簡單來講 在跑步當中 如果你是跑一些就是戶外 不是田徑場以外的一些場地 有可能你跑大安森林公園 你跑一些像是 河堤的這種訓練 那其實在這些比較開闊的這些道路當中 我覺得AppWatch跟Garmin的數據其實沒有差很多 哦 準確性來講真的都差不多 甚至在每公里的自動計圈這些功能 AppWatch也都有支援 所以我覺得在開放的一些訓練環境來講 是滿方便的 就是以這些內容都足夠在一般訓練使用 但小小不足的地方就是其實像 因為我是跑步教練 有些跑者在比較專業 甚至想要很資訓量很夠的一些訓練情況下 可能會是在田徑場執行 哦 對 那在這種比較持續繞圈的這些田徑場 他的GPS就會受到干擾 因為你在他的距離計的方式是透過每一秒 或是一段時間固定打點 然後把這些點連起來 計算你的距離 哦 那在Garmin 其實他就 在這些地方上 我覺得他稍微有贏過蘋果一點 因為像現在Garmin 他有出一個田徑場功能 他就可以固定在你經過一個點的時候 就會自動環圈 而且你的單位是可以是固定的 你的距離就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哦 對 那Apple Watch他可能是固定一段時間 會在GPS上打一次點 然後他的距離可能就會有點損失 因為你是繞一個橢圓形 但他是走直線 哦 所以就會有一些miss存在 對 對 這是我覺得在田徑場的一些小小比較不足 那還有第二個就是分圈功能 因為我們在訓練比較專業的時候 會把每一圈單位重新計時 但是Apple Watch的分圈功能 會沒有那麼直覺 他需要點兩下一個 嗯 對對對 對 對 那點兩下他其實有時候會誤觸 就是我有一次就是訓練到一半 然後誤觸 不必小心重新開始 所以我前面的數據就不見了 對 這就在按鍵上會有比較好的優勢 對對 有實體按鍵真的還是比觸控的更好準確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在一些數據上 如果你是真的很數據控 他在Garmin上可能就比較支援豐富 但在Apple Watch上 他就可能支援的比較沒有這麼完整 但其實現在有很多第三方支援的軟體 嗯 就是一些 像Strava 或是像一些其他的品牌軟體 他其實都有支援到蠻豐富的一些跑步數據 那他就可以透過這樣來輔助 但我個人覺得他還是會有落差啦 如果你真的是很數據控的人 你在Apple Watch上看到的訓練數據 是很簡單 你今天跑了幾公里 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心率多少 然後你的配速大概是時速多少 大概他就是基本的支援 但如果你想要一些比較完整的訓練監控 他可能就會沒有那麼合適 在平常的訓練上 對 那如果在自行車上 我也帶他去 兩個都去實際騎腳踏車運用過 那他就 落差來講就也沒有那麼多 只是說在Garmin 他可以去支援連接一些地展房設備 像是腳踏車會有功率計 對 或者是一些心跳帶啊 就是他的第三方應用 Garmin 雖然是支援的蠻完整 就是在其他廠牌出的東西 他幾乎都可以支援 那Apple就是要下載一些特定的軟體 他才可以去抓到這些數據 然後來同步到他的訓練Meta當中 所以大家還要自己去找說 什麼可能支援 對對對 就是有些 就是他要額外下載蠻多軟體的 對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的話 好像真的如果說 你已經習慣在Garmin上面 有這麼多精確的數據 然後還有他整個跟第三方的東西 整個性這麼高的情況下 如果他退回來使用Apple 1 真的會有點不太習慣 可能就是 純生活化 就像你這個 那真的訓練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 就還是需要使用Garmin手錶 對對對 但我覺得這也算蠻有趣 就是我自己用了Apple Watch之後 我覺得可能也是我目前的訓練 比較沒有這麼 很Hardcode很大量的訓練內容 所以我覺得Apple Watch 在我生活中的運用是蠻方便的 而且很多人可能會嫌棄他 每天都要充電很麻煩 但是Garmin他蠻厲害的 所以他續電量真的蠻好 可能你是每天跑 你三五天才充一次電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 我也是聽到非常大的聽 還多人不願意換到蘋果手錶 就是真的 但我覺得 對我來講真的還好 因為你下雨 不是下雨 你在洗澡的時候 你在那個時間脫掉 然後他充電 你就洗完澡 基本上已經接近充好的狀態 現在第六代充電速度 也真的比現在進步不少 確實 就是像我有個家人 就用SE 那我是用S6 那我們一樣時間充電 我真的很有感的覺得 你怎麼充那麼久 我已經都已經快滿了 真的 就他的速度上是落差很大 沒錯 我覺得蘋果 就是充電速度這一點是他們一個 有點像是解決他的續航力 會組成一個小方法 可是我覺得長遠來講很希望 他的續航力可以看中去進步 對 因為現在其實Garmin也有支援太陽能充電 對我看到那一款 他就可以直接 你明明可能都是戶外運動 然後你就一直在吸收電 所以之前像Garmin三 會有一次有人去爬山 可能是三五天的那種大重軸 那他可能在續電量不太夠的情況下 需要帶一個行動電源來做充電 才可以就是持續記錄 但是以目前他有這個太陽能 就會直接滿好的 他就變成他的耗電量降低 雖然說充電速度沒有快到 像可能直接用行動電源充電 但因為他持續在接收這個 太陽能這個刺激的情況下 他反而就是掉電量變慢 那你就可以把續航直接游用更久 所以我覺得在運用上 我自己目前就是完全不同取向 我生活就完全被Apple Arch 但我想要訓練的時候 我才會把手錶換成Garmin OK 對就是變成我這兩隻 運用同時都存在 因為我覺得他兩個是不能共存 像我自己認為 Garmin在一些生活應用 沒有那麼方便的情況 像是Garmin的人沒有觸控功能 我想要一些他的 連動到我的Apple手機的資訊 可能都還要透過一些連接 或者是按鍵的調整 才可以找到一些資訊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的Garmin Pay還有輸入密 這是一個小麻煩 這一點是我滿訝言 可是有e卡通 或許這也是一個相對來講 因為Apple Watch現在沒有支援 e卡通或e卡通 所以你還是需要用信用卡 支付在Apple Pay 但是Garmin Pay他就是可以 這個麻煩之外 他直接手錶 其實是可以讓e卡通使用 那他不同錶款 有些是使用e卡通 有些是使用e卡通 所以他在上捷運或上公車 其實就滿方便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各有好處 在不同款式上 真的是這樣 那蘋果店你朋友 自己在習慣做什麼樣的運動嗎 在比賽 其實我運動就是簡單 我覺得基本去走 如果散步快走 有時候笑跑 那是非常難得的情況下 對 所以其實算沒有很激烈的運動 了解 所以如果 那其實我覺得在Garmin上的體驗 或許 就我覺得可以嘗試 但可能滿多功能是 對你來說可能會用不到 可能他就會有點 你買了這功能但沒用到的感覺 但我覺得他可能可以嘗試看看 我覺得也可以嘗試 因為其實蘋果手錶 很多功能我也沒有用到 所以 那我覺得Garmin 其實我現在也一直都滿有興趣的 對 我覺得老實講最有興趣的一點 就是他很喜歡你 就我覺得如果有一支手錶 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智慧功能 可是我不用去管它 明天都要重演 我覺得這種體驗感會差滿的 確實 因為我其實在用App Watch的前身是用Garmin 但是我其實現在還是兩個都在用 但我之前在用Garmin的時候是 就是我一樣會開啟訊息通知功能 它一樣會顯示你的 例如說是LINE 然後誰寄給你 全部訊息 只是你沒有辦法回應 你可以看到 所以它一樣手錶會跳通知說 誰傳訊息給你 而且內容也都有顯示出來 只是你沒有辦法即時恢復 那甚至在通話功能 它也不能直接在手錶點這樣講 它還是要按接聽 但是你是在手機 或是你是帶LINE耳機 它等於是一個有點像遙控器 所以你LINE耳機等於還是連接到手機上面 它是幫你去做接聽 這樣其實也OK了 但其實我真的有認識一些跑者 是像我現在這樣 就是兩支手錶有帶 然後它可能白天上班用App Watch 下班運動用Garmin 就是跟我類似這樣 OKOK 但我覺得我自己使用到後來 還是有一個我覺得有落差的是 它的血氧功能 App Watch的血氧功能 我覺得真的是參考而已 就是 以我是教練的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在Garmin的血氧 它的可信度是我覺得比較高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大量訓練後 你的血氧能力一定會下降 因為你會比較平衡 你血氧是會跟著身體的比較反應 去做一個顯示 但App Watch常常是蠻快樂表的 就是我明明就剛跑完累的要死 它跟我說我血氧100% 當然這可能是我佩戴方式 或是我的偵測的一些 時機點的位 沒有 血氧它真的不準 沒有啦 可是真的 血氧功能界也是我算蠻失望的 一個點 我本來也是期望就是說 它的血氧證測可以非常的準確 可是其實很多人偵測下來都是知道 所以其實蠻多人講 因為我其實沒有特別去查 但是我自己在兩隻手錶的對比之下 明明就很累 但是Garmin的數據是會跟著你的疲勞起伏 而有波動 這樣才正常 因為我覺得完全就是快樂表 有時候你明明很疲勞 然後測出來更高 很棒很棒 這我覺得小可惜啦 但是它在心電圖那一塊 我覺得就還蠻OK 就是你是看得到你的心跳有點 就是會不會太寬或太慢 因為我自己其實前陣子有一點心率不整 就是有一點乎快乎滿 就是每一次跳的這個大小 間隔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會很密 然後冰塊有時候比較慢 但Garmin就沒有資源到這麼準確 可以看到那一下 但Apple Watch的心電圖是30秒 它可以持續測你的心率波動 我覺得這就稍微是 Garmin沒有 但Apple Watch有還蠻好的功能 對 了解了解 那如果你要推薦給你的觀眾 就是在兩隻手錶的選擇上 你會怎麼樣推薦 我覺得就 聽我剛剛聽完講完 我真的覺得要專業運動 像對數據這些很要求的話 真的覺得Apple Watch 像這樣還是做不太到 有些地方還是有一些 可以更好 小不足 對可以更好 那這可能跟蘋果它的市場考量 或是什麼有關係 可是我覺得Garmin來講的話 至少我們知道 它是在專業運動的領域 是非常非常的專精 像說登山、腳踏車、跑步什麼 它在每個領域都有它非常專精的地方 而且有很大的數據去支撐它的準確度 所以 真的很需要專業運動的人 還是選專業的器材 真的是這樣講 對我覺得我的想法也差不多 就是除非你真的是 少量運動 你可以來一兩次 那我覺得Apple Watch的資源 可能對來講就非常足夠 因為它內建的一些 運動功能的這些監測 其實也算很足夠 那如果你真的偶爾想一次 比較專業性的賽事 那你還是可以下載第三方的軟體 它還是可以提供比較專業的數據 各有千秋三四就是看你的需求來做選擇 沒錯沒錯 感謝 感謝蘋果爹 今天陪我們分享一下 有關於Apple Watch的一些專業內容 沒有啊 我有講一些生活 不過很謝謝你教我很多關於高跟手錶的東西 那 因為這樣學到很多 我也知道兩個手錶真的差別在哪裡 對啊 感謝 好啦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結束了 大家如果喜歡 或是平常也很愛用這些蘋果相關的周邊 大家歡迎follow一下蘋果爹 真的是非常厲害 感謝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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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從開始訂閱你的時候到 不是訂閱 應該是我開始看到你的頻道 到最近就是成長是大爆漲的 真的非常厲害 真的要謝謝去年的蘋果 就是把產品拉得那麼長 然後來回家這樣 所以可能有一點點小幫助 但我覺得真的在講解內容上 真的是給我們蠻多 就是在蘋果的 因為我們說真的 有時候懶得蒐集這些詞訊 甚至有些是外媒 就是有時候是英文 那你沒有整理的話 你根本不一定會獲得這些資訊來源 所以我覺得也是非常厲害 謝謝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教練楊哲瑞 我是蘋果爹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